今天的全球旅游热点探秘 让我们去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内陆国家 北马其顿的奥赫里德 那里风景很独特 历史遗迹众多 因此也被称为北马其顿最美的小镇之一 并且早在1980年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从奥赫里德老城的高处看下去 湖水湛蓝 红砖教堂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 而老城中的建筑也是别有一番特色 奥赫里德老城与欧洲其他古建筑群 有着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答案就在这些上大下小的房子上 他们造型奇特 却不乏美观 据说当年老百姓就是为了 尽可能少的缴纳土地税 才设计出了这种占地面积小 使用面积大的房子 后来成为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 连这里的路灯也设计成了 上大下小房子的模样 为历经沧桑的老城增添了几分情趣 塞缪尔王城堡建在城市最高处 在城堡上可以俯瞰奥赫里德市区 奥赫里德剧场则坐落于塞缪尔王城堡脚下 这座剧场有着2000多年历史 至今仍在使用 每年这里还会举办夏季音乐节 当地也希望用这些活动 让古迹发挥魅力 让游客更多地了解当地文化和习俗 探访崖壁上的教堂 穿梭迂回曲折的街巷 爬上山顶的城堡 来奥赫里德的游客 都有一颗穿越历史寻求答案的心 当地旅游部门数据显示 2018年奥赫里德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30万人次 已经成为北马其顿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2018年北马其顿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112万人次 旅游业收入达到381亿美元 约合2620亿元人民币 中文字幕提供